大家好,这里是大舌头解说,我是段小宇 今天接着讲解惊悚电影《方林十六》的下半部分 由于时间的关系,小编把电影分成两部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前一天发的上半部分 上半部分说到,亚裔女和薇薇安发现了收容所的秘密 两人决定偷到门禁卡后逃出去 但具体怎么做,两人还没有计划 赤日,薇薇安找到这样说门下班的男医生 表示想跟他聊一聊,两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 慢慢地聊到了电影上面 薇薇安说,其他人都很喜欢看电影 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乐趣 但是天天看一样的电影,一点意识都没有 想换一部电影看,听到这句话的男医生一年诧异 觉得这个女孩有点意思 薇薇安也开始心虚,不知道自己的大胆敬言到底妥不妥 随着男医生答应了他,聊完就刷卡锁门出来了 薇薇安则在一旁死死地盯着门禁卡 男医生还嘱咐他,说今天的事情不能有第三个人知道 薇薇安立马答应,还觉得男医生人不错 男医生继续抚摸着薇薇安的肩膀 说他甜美又乖巧,最后又是一番日常洗脑的话 薇薇安点点头,转身离开了 事实,男医生瞬间变脸 看着她的背影懦有所思 隔天,活动室里,少女们正在下棋 突然一个人浑身抽搐,倒在地上呕吐不止 黑妹很是嫌弃,怂恿大家叫来保安处理 薇薇安毫不客气地怼了回去 除了亚姨女和薇薇安,其他人都没什么主见 薇薇安做主扶着少女出去清洗 当少女从医务室出来后 亚姨女端切地询问情况 少女嘟起袖子,整条胳膊布满红色的斑痕 她解释自己没病,已经打了疫苗 而亚姨女正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事后她找到薇薇安,两人相互看了看对方 胳膊上都是那种真灵的红痕 薇薇安还觉得这是打针后的正常现象 亚姨女再次提醒她,那是骗人的 她不想再这么下去 想要把知道的一切告诉其他女孩 可薇薇安却说,谁会相信你呢 搞不好还要举报你 她也有自己的计划 觉得男医生很好 想找男医生帮忙制定一个计划 一听这句话的亚姨女瞬间炸了 是你太傻还是太天真 但也不能怪她 毕竟她清醒的时间太短 根本不知道他们蛇属一窝 这时,铃声响起 又到了看电影的时间 屏幕上出现一个美丽的女子在弹唱 正是那个传说中与薇薇安同名的女性 薇薇安满足地笑了 男医生果然帮她争取换了一部影片 这让薇薇安更加信任她了 下课后,薇薇安又来到了医务室 向男医生表示了感谢 说她安排的片段她很喜欢 她极其喜欢剧中女主坚强的性格 有她从来不曾有过的骄傲和女性觉醒 男医生又弄住了 她又是惊讶薇薇安的不同 又害怕她会洞察到什么 所以她决定给薇薇安加大药的剂量 但薇薇安不情愿 说疫苗都让人生病了 胳膊上都是恐怖的红痕 医生安慰她说 没事,有事向金发女汇报救星了 她会解决 薇薇安这个二伙脱口而出 就说金发女跟保安是一伙的 这样暴露了自己 男医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质问她是不是没吃药 她已经怀疑薇薇安知道了真相 为了更好地控制她 男医生又搬来女德那套给她洗脑 薇薇安知道维生术是个骗局 再次拒绝 这次男医生风轻云淡地警告她 言语中透露着威胁 薇薇安只能作罢 还是同意了打针 她这才意识到 男医生也不是什么好鸟 可惜意识得太晚 药剂马上发挥了作用 有点像迷幻药的感觉 薇薇安瞬间感觉昏昏沉沉 披头散发的样子 让少女们都以为她病了 身体不干净了 镜头一转 薇薇安被人排斥 只能一个人在一旁工作 压医女看出了她的不正常 过来不断地鼓舞着她 说自己没吃药以后 大脑才变得清醒 以前一直被圈养和洗脑 整天昏昏噩噩的生活 希望薇薇安也能振作起来 薇薇安似乎恢复了一点理智 现在她们最缺少的就是门禁卡 现在男医生已经察觉 不能拿她和金发女的 只能从保安下手 两人正在商量的时候 一旁不怀好意的黑妹 却在时刻注意着她们 果然她拿着一个少女就去举报了 说看到了不干净的行为 这边薇薇安还不知道大祸临头 正跟亚裔女商量着 晚上打云保安 偷取门禁卡的事宜 突然铃声大作 所有人都集合到一起 金发女脸舍不上的快步走了过来 抓住薇薇安就往外撤 黑妹者幸灾乐祸 金发女把薇薇安带到了 走廊尽头的小黑屋 叫她在里面好好温习女德 如果听话 明天就能出来 不听话就一直关到毕业 薇薇安都要哭了 金发女说完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打开音乐 倒了一杯酒 此时 男医生也跟着走了进来 两人拥抱在一起 金发女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他担心那个保安脑是乱来 原来保安经常半夜 趁女孩睡着后 偷偷潜入少女们的寝室乱来 男医生也表示无赖 这个保安不是学院的人 而是上面派下来监视这里的人 看得出他们上面还有更大的老板 而且老板现在还要他们补充货员 金发女瞪大了眼睛 激动的说 大部分的少女已经被售出了 根本没有足够的货源了 男医生丧心病狂的说 那就提前从12岁开始 金发女一脸惊讶 她其实早就不想干了 但上级要更多的回报 男医生不得不这么做 金发女大声抱怨着 他们为了维持这个地方 每天都是绞尽脑汁 但是上级一直压着他们 他们也只能继续做这伤天害理的事情 这边 到了睡觉的时间 亚姻女正在准备绳索 果然不出所料 那个为首的保安又进来了 她是个秘密的盯着床上的少女 正要下手时 亚姻女一个夺命锁猴 套住了保安的脖子 保安拼命挣扎 眼看就要压制不住了 亚姻女揣了她一脚后就跑了出来 突然又想起了闺蜜 微微安还在里面 又转身回去想要救她 结果被保安抓住 守护春天的她 根本干不过保安 被一阵掐脖暴咒后 倒在了地上 刚好摸到了一旁的运斗 在保安又一次下手的时候 趁机扎晕了她 收拾了保安身上的明镜卡 然后找到微微安 看事情这么顺利 微微安高兴得快要哭了 她急忙让亚姻女把自己放出来 可就在这时 响起了警报声 微微安焦急地吹出她 赶紧开门 她亚姻女看到自己满身是鞋 不跑已经来不及 于是不顾微微安的哀求 疯狂地朝大门跑去 微微安呼喊着亚姻女 她又一次被跑起了 没过多久 赶来的金发女就把她放了出来 教室里正在集合大会 金发女号召大家 就是为了抓住亚姻女的同伙 亚姻女已经被抓住 但是门禁卡不见了 金发女确认 门禁卡就在她们其中某个人的身上 一番洗脑夹威胁 如果自首认罪 通通可以既往不咎 但大家只是一言不发 见怀柔政策不起笑 男医生出面了 痛治了亚姻女的行为 除了背叛学校 背叛同伴 简直忘恩负义 说着随便一致 保安就带着了一个女孩 她想用每天惩罚一个人的方式 劈迫同党自首 说完怒气冲冲地走了 就在少女们排队回宿舍时 金发女在后面叫住了她们 她拿了一个药瓶 编着借口要给她们吃药 而且还要亲自回复 确保她们都吃下去了 薇薇安被特别照顾 金发女让她张嘴检查 薇薇安无赖只好把药射了下去 晚上 薇薇安并没有昏睡 她用发簪狠狠戳着手心 来抵抗强烈的睡意 但是四肢软弱 行动缓慢 她在宿舍到处翻找着门禁卡 可整人也找不到 她都要疯了 就在她崩溃之际 手摸到了床头有异样 果然 门禁卡就在里面 薇薇安紧紧地抓着门禁卡 她知道是亚运女在最后关头 留给她的 有了门禁卡 薇薇安立马下床准备开门 可整门也打不开 因为门禁卡只对大门有效 此时的她真的绝望透了 正在大哭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门上的螺丝 她又想到了主意 居然用门禁卡打开了宿舍的门 大力水手般地把整个门都卸了 可能是迷幻药 让她身上线飙升吧 接着她跌跌撞撞地 碰到了走廊上的椅子 发出了声响 引起了金发女的警觉 她拿出迷幻药 以防万一 果然薇薇安不怕死地走了过来 她冲过去 带着金发女大吼 为亚运女在哪里 这一嗓之 着实下的金发女一跳 立马就说出了亚运女的位置 然后又开始怀柔正撤 希望让薇薇安冷静下来 话还没说完 金发女就突然发动了袭击 殊不知 薇薇安早有准备 金发女没逃到好 反被薇薇安打倒在地 还被绑了起来 拿着金发女的门禁卡就跑了 几经周折 她终于找到了出口 希望就在自己的眼前 但就在她想要开门出去的时候 想起了亚运女 一番思想斗争后 她还是决定先营救亚运女 她小心翼翼地来到楼下的监狱 不一会就找到了惊恐的亚运女 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所有的隔阂都在这一瞬间烟消云散了 薇薇安解不开亚运女手上的绳索 两人只能去找东西割开她 误打误撞来到一个类似手术室的地方 用手术刀解开绳索后 才发现这里非常怪异 两人小心地观察者 突然发现了一个裹尸袋 薇薇安胆子很大 上前打开了袋子 袋子里露出一具无脸尸体 她的整张脸都被别人完整地剥下了 两人吓得惊慌失措 薇薇安不想关心这个 只想赶紧逃离这里 而亚运女还是想带着说的少女一起逃走 但薇薇安认为两人的力量太薄弱 这种情况下只能保全自己 亚运女企图说服她 但并没有成功 最后决定单枪匹马去救他们 两人来到大门口 薇薇安犹豫了一下 还是把门禁卡给了亚运女 她觉得胜算不大 亚运女又是近视眼 很可能把自己陪进去 但亚运女不为所动 坚持要进去救他们 最后薇薇安决定 在门口等亚运女两顿饭的时间 她内心很痛苦 又不想好友涉嫌 又要逃出去 亚运女拿着手术刀 就悄悄走进了内部 现在正是其他听上课的时间 她闯了进来 谎称是金发女派来的 然后给她们分配任务 想要快速将大家召集起来 少女们不宜有她 都按她的任务开始办事 薇薇安则在门口等着 突然发现保安开始乱逛 她开始担心起亚运女来 还是决定下楼帮忙 走着走着就来到了一个房间 此时电视上正播放着男医生的广告 薇薇安这才知道了所有事情的真相 怪不得她们高矮胖瘦 胜利差都没问题 16年来 少女们作为移动的胶原蛋白 时刻等待着买家的挑选 干净的皮肤才是她们存在的唯一价值 这根本就是一家靠为老女人换脸 而淫逆的非法机构 现实如此残酷 她们都是待宰的羔羊 薇薇安愤怒地砸向屏幕 另一边的亚运女已经聚集了这一层的人 她没办法解释 只能让大家赶紧离开 但黑妹不嫌失大 又要去叫保安 这时薇薇安抓着金发女进来了 薇薇安说出了学院的阴谋 但没人相信 最后只好让金发女出面 金发女想起这些年的噩梦 自己的确也是帮凶 毫不隐瞒地告诉了所有少女真相 这下少女们终于相信了 她们把金发女关进了小黑屋 所有异性人拿到门口准备离开 薇薇安本想让其他人先离开 自己再下去救其他人 但黑妹自己率先开门跑了 引发了枕栋龙的警报 保安们闻声赶来 大家只能先逃命要紧 薇薇安和亚一女断后 突然一个保安赶了上来 抓住了亚一女 两人生死相搏 最后保安意外坠楼 十分弱急地死了 薇薇安扶着亚一女继续逃命 很快 金二连山的保安拿着枪追了上来 少女们慌不折禄 四处躲闪 形势险峻 薇薇安和亚一女 也躲进了一旁的柴房里 可刚关上门 男医生就走了过来 好奇劝他们开门 但薇薇安不为所动 接着他又开始打起了感情牌 但薇薇安已经觉醒得很彻底 一口回绝 男医生没办法了 只要让保安强行开门 但门太坚固 保安打不开 薇薇安此时问道 到底是有多赚钱 你对我们穷追不舍 男医生说 这就为了学院诈费苦心 在少女们的身上投资了16年 怎么可能轻易放弃 听到这里的薇薇安突然笑了笑 仰切手上藏起了手术刀 手起刀落地划破了自己的额头和脸 薇薇安就是毁容 男医生这时痛到不能呼吸 两久才迈开步伐走了 而此时的任务失败 让男医生也没有了价值 保安按照上级的命令抓走男医生 真是痛打落水狗 屋里的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意味着睡去了 清晨来临 房门正在被人撬开 原来是警察来了 两人终于得救 他们总算回到了正常社会 这也不用担惊受怕 两个人一起走出屋子 第一次看清这个世界 薇暖的阳光倾泻在大地上 温暖的两个渴望已久的少女 尘来的人生仿佛旧吃点燃 突然拥有了色彩和希望 影片到此结束 为了一己诗语 人心变得冷血缠韧 陈姐的脸庞固然重要 但是心灵的自由和友谊的萌生 更让人动容 不会被任何规则和危险扼杀 犹如阳光的明媚 愿每个人都有一个干净善良 且阳光的心灵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请原谅我的大舌头 谢谢大家